章节七十 上升的方式 有人曾请求一种将发生的刑罚 那是为不信的人们而预定的 没有任何人能加以抵抗 那是安拉 天梯的主宰 发出的 众天使和精神在一日之内升到他那里 那一日的长度是五万年 你安然的忍受吧 他们以为那刑罚是很远的 我却以为那是很近的 在那日天象融同 山象彩融 亲戚相见不相问 罪人愿意赎取那日的刑罚 即使牺牲他的儿女 他的妻子 他的弟兄 和那收容他的血族 以及大地上所有的人 但愿那能拯救自己 绝不然 那却是发焰的烈火 能接去头皮 能召唤转身而逃避的人 他曾聚集财产加以宝藏 人却是被造成浮躁的 遭遇灾殃的时候是烦恼的 获得财富的时候是吝啬的 只有礼拜的人们不是那样 他们是长手败工的 他们的财产中有一个定份 适用于施济乞丐和贫民的 他们是承认报应之日的 他们是畏惧他们的主的刑罚的 他们的主的刑罚 却是难保不降临的 他们是保守真操的 除非他们对自己的妻子和奴婢 他们却是不因此而受责备的 凡在这个范围之外有所要求的人 都是过分的 他们是尊重自己所受的信托 和自己所递的盟约的 他们是秉公作证的 他们是谨守败工的 这等人是在乐园中受优待的 不信道的人们 怎么注视着你们 三五成群的分裂 在你的左右呢 难道他们每个人都希望入恩泽的乐园吗 绝不然 我却已用他们所知道的物质创造了他们 不然 我以一切东方和西方的主盟式 我却是全能的 我能以比他们更好的人代替他们 我不是无能的 你应当认他们妄谈 认他们游戏 直到他们看到他们所被警告的日子 在那日 他们将从坟中出来奔走 他们好像奔到牌位一样 同时 他们身遭凌辱 不敢仰视 那是他们被警告的日子 对不起 tym 对不起 我们没有听见它 在历史上 钟